-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堅強時間 -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堅強時間 -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堅強時間 - 今天這集的話 - 我們用這個遊戲的部分來帶本次的P12活動 - 本次P12活動其實就只有兩點 - 本次P12活動其實就只有兩點 - 一個就是強化的成就任務 - 再加上第二個就是每次任務 - 每天記得要過 - 如果說你沒有要換國家隊加9的情況 - 就是抓個10天 - 記得把它過完就好 - 首先這個道具的部分 - 道具兌換所 - 就是只有兩個道具 - 一個是那個簽到卡 - 第二個是12強的紀念章 - 我覺得這次的道具做得好帥 - 比活動還要帥 - 好 - 那這個簽到卡的部分要怎麼拿 - 簽到卡就是從這個每次任務 - 這裡 - 挑戰任務 每次任務 - 這裡 - 把那個每次任務全部完成 - 就會有一天兩張 - 好 - 第二個部分就是成就 - 成就就是這裡 - 挑戰任務 - 成就 - 活動 - 滑到最下面 - 備戰12強 - 這裡 - 就把它完成就好 - 剩下就是跟保證班 - 因為活動有兩周 - 所以這周保證班沒跟到的 - 還有一周可以讓你跟 - 就記得跟好跟滿 - 準備好材料就好 - 這周來不及的就沒關係 - 下周再弄就好 - 因為它那個 - 我不知道它是後續有什麼規劃 - 那個4E擺的位置有點奇怪 - 所以會導致說你沒有辦法接著 - 那如果你真的比較敢的話 - 那4E這個點怎麼辦咧 -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 好 - 我自己的話 - 先跟大家講一下卡片的收集好了 - 那這次的活動啊 - 有這個 - 這個季賽 - 然後送這個VIP1 - 這個很重要 - 打開之後就是 - 會變這樣啦 - 趕快趁它還有時間的時候講一講 - 好 然後就是選一張 - 你可能比較喜歡的 - 不一定啦 - 可以參考這邊 - 看一下什麼卡片交易量比較大 - 好 那你就選一張 - 你覺得可能比較喜歡的 - 成交量稍微大一點 - 假設像 - 成接線好了 - 這張 - 你就 - 哇哦 - 這個超多的 - 這個就不要了 - 這個就先不要 - 像這張的話我覺得就 - 目前市場沒什麼 - 沒什麼預約單 - 你就直接 - 衝進去卡位就好 - 三十張 - 越好越滿 - 約個三輪 - 九十幾張應該就夠用了 - 那 - 我會覺得你要預約這個 - 這種的 - 也OK - 因為它的速度很快 - 一下就消完了 - 那 - 如果說 - 你 - 就是不太想等的話 - 喔這個 - 超快 - 瞬間預約單七張就掛滿了 - 但很快就消完了啦 - 因為卡包送太多了 - 所以就是這樣 - 你就預約一些卡片 - 然後等它全部收完 - 就OK了 - 雖然說 - 可能單價稍微貴了一點 - 這個應該要一千萬嘛 - 可能單價稍微貴了一點 - 這個也是有人在預約啊 - 這個 - 你活動結束之後 - 應該會得到一張加七啊 - 你就預約這種的 - 然後加七之後丟掉 - 三億多 - 應該可以再 - 我不知道會不會爆啦 - 就是你可以 - 練上去 - 跟著保證班 - 之後加七再丟掉 - 應該賣得掉 - 正常來說應該賣得掉 - 因為經典是非常好用的界限材料 - 所以你就這樣做就好了 - 加減可以收一點金幣回來 - 然後就開始強化 - 這邊就也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 好 - 這邊的話我就隨便抓一張了 - 這樣開始 - 一一 - 然後二加一 - 那個強化次數基本上都會滿 -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 就是加七加六那邊 - 然後這邊的話我會習慣性用三二 - 你要三一也可以啦 - 但我自己會用三二 - 然後那個提升券一定要開好開滿 - 比較不會出現那種奇怪的狀況 - 大家知道這遊戲機率怪怪的 - 然後三二 - 三二這邊的話70% - 看看就好 - 那如果你覺得不妥 - 那你要保護 - 因為卡價相對便宜的 - 保護就會比較便宜 -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 保護是看卡價 - 不是看評價 - 這樣是六十轉 - 如果你是經典卡的 - 可能貴一點 - 一兩百轉 - 那六十轉就 - 就不要了 - 我覺得這個 - 因為我卡片很多 - 要爆就讓它爆吧 - 很好 - 我現在在錄影 - 很棒 - 好 這樣就加四了 - 繼續 - 這個保證板 - 現在錄影的時候是有的 - 可能上片的時候已經結束了 - 好 這樣就五二 - 繼續 - 欸 - 不對我剛剛講什麼 - 這樣就加五 - 不是五二 - 那一定有人會有疑問 - 如果說那個 - 你那個 - 四一沒跟到 - 你又很想要硬衝怎麼辦 - 三二先開下去 - 先把它往上拉 - 哇 - 開錄影差這麼多的嗎 - 好 這邊你有兩個選擇 - 一個就是 - 你如果說上面的 - 五六七的額度夠了 - 你可以用我等一下的方法 - 那如果你不夠的話 - 我自己會覺得 - 你可以吃四二或四三 - 啊 - 這邊要不要開保護就看你 - 四二的話是大概五十百萬吧 - 就吃給大家看吧 - 通常 - 通常在保證板的時候 - 都不會幹這種事情 - 好 我就知道 錄影開著跟無敵一樣 都不會爆 好就這樣子 那如果說啦 你保證班真的推到後面去發現 真的真的真的太晚了 尤其是 你說像4-2變5 這部分可能還好 那如果再往上怎麼辦 那個加5出事了 沒有保證班那怎麼辦 你之前應該會有留一些庫存吧 這種的 你就5-6給他吃啦 去刷那個次數啊 然後這裡 這裡 這顆 這顆替換 我沒有那個點 但是大家應該看得到吧 那個 有一個回收標記很大的那個 好替換 替換 把你的 更高階層的 加6加7加8都可以 隨便你 反正你是要刷活動 要刷次數的 這樣子 想要給大家看啦 沒有在管的啦 材料就送他了啦 好就這樣 避過 保護也不用開 不要丟滿 不要丟錯喔 如果丟反了 就沒了喔 他有可能會爆 然後加6 如果說 我現在保證班沒了耶 怎麼辦 6-7阿 他會自動幫你切換過來 你自己注意一下 那個基本成功機率 他這邊是寫7.28 那是不對的 按替換 換過來 衝了啦 沒有在管的啦 那個錄影 這一點成本 開下去就對了 好就這樣 刷次數刷好刷滿 不然也沒辦法 好那今天這部節目結束了 剩下就是 按照影片裡面的內容 去充就好 這活動就是 過任務 充卡 過任務充卡 然後過任務充卡 然後活動結束之前 記得 記得 把獎勵換出來 不然會很好笑 就是 過任務充卡 哇全部過完了 弄得很累 結果獎勵沒還 像我之前一樣 傳奇殿堂衝了 十幾張楊松弦 結果 忘記領出來 哇好笑 全部資金都不見 而且當時還是傳奇一張好幾十億的時候 好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喜歡這張 你對這個影片有其他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其他文件討論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